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输入体重和身高从而计算出来BMI这个值 那么BMI叫做Body Mass Index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它的计算是通过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计算得出 体重是使用公斤作为计量单位 身高是使用米作为计量单位 那既然是要通过键盘输入 这里头就要涉及到有一个新的类 叫做Scanner Scanner经过实力化之后 变成了Scanner对象 Scanner对象中有Next系列的方法 那么通过这个Next系列方法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键盘所输入的数值 好 接下来我们用代码进行演示 打开Eclipse 接下来我们右击包名 新建Class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主要是来实现 是用Scanner来求取BMI值 所以我们定一个名称叫做Scanner BMI 好 点击Finish 好 在上方增加注释 按几个回车 勾选Ctrl Shift加上斜杠 接下来我们将注释填写在其中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键盘输入 身高和体重来计算出来BMI这个值 好 接下来我们在类中呢 先补全Main方法 按Alt加上斜杠 回车 我们增加上注释 这个例子呢 我们主要是获取BMI值 那这个例子中呢 我们需要用到键盘输入 那么键盘输入呢 我们要学一个新的对象 叫做Scanner 好 我们给它定义成名字 叫做SC 接下来对它进行实力化 好 当我们按Alt加斜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它自动补全 那么这个构造方法呢 它需要有一个参数 参数是System.in 当我们实力化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也会自动将Scanner所在的包呢 进行导入 Import就是导包的一个过程 好 当我们拿到Scanner对象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Sc这个变量呢 调用出来有一系列的Next方法 好 我们现在来往下看 当我们使用Next方法的时候呢 它返回字符串 接下来还有NextBet 它返回字节 还有NextInt返回整形 还有NextLang返回Lang形 还有NextShort返回Short形 所以接下来呢 通过Next系列方法 我们可以获取到不同数据类型的值 那么我们这里头呢 先要进行打印输出一句话 SYSO按out加上左斜线 提示让它输入升高值 而升高的单位呢是米 对于输入的升高值呢 我们使用Float来进行接收 定辨量名字叫做Height 那么就是通过SC.R NextFloat来获取 好 接下来呢再次打印输出 按out加上左斜线 再提示它要让它输入体重 体重的单位呢是公斤 体重呢也是一个Float数据类型 我们定一个变量叫做Weight 也是通过SC.R NextFloat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计算BMI值 那么也是Float类型 我们定一个变量叫做BMI 而BMI它的计算的公式呢就是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接下来我们对BMI值进行打印输出 接下来要跟这个BMI值呢 对它进行分析 分析它当前的身体状况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定一个 字符串的一个类型 这就是BMI所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让它的初始值呢为空字符串 我们增加上逻辑判断 if else 按out加上斜线 此时呢有else 所以呢我们来选择这项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BMI 如果当它小于等于18.4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让result这个结果值 那就等于偏瘦 好 再写其他的分枝 当BMI大于18.4 并且BMI还小于24的时候 那么result就是属于正常 当它大于等于24的时候 并且小于28的时候 它实际上已经处于过重 好 最后一个分枝 当BMI大于等于28的时候 然后就提示肥胖 好 接下来我们打印输出结果 按out加上左斜线 我们来输出BMI的值 以及对它的健康提示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执行 好 首先呢就会提示 我们输入身高值 身高值呢是以米作为单位 好 我输入1.78 好 按回车 接下来提示呢输入体重 输入75 它是以公斤作为单位的 好 现在呢得出来 BMI呢是23.671255 那么此时呢 它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例子进行总结 装机 然后让当前的编辑界面呢最大化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 如何实现键盘的输入 在这里头呢再次总结一下 这里头呢使用到了一个新的对象 叫做Scanner 要对它进行实力化 而实力化的时候 它的构造方法要有参数 参数呢是system.in 接下来对这个Scanner对象呢 可以调用它的一系列的next方法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是想获取整形 那就是nextint 如果想要获取字符串 那就是next方法 如果想获取float类型 那就是nextfloat 如果想获取boar型 那就是nextboleing 好 我们现在已经学习完了键盘 如何输入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当键盘输入一个数据之后呢 查找该数据第一次在数组中出现的索引 这里头呢有一个提示 就是先定一个索引等于-1 如果查找到了呢 就修改这个索引 最终返回这个索引值即可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用程序来实现 好 我们现在双击 让屏幕恢复到刚才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们来右击包 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这个例子呢 我们主要是练习数组的一个查询 所以呢我们命名array search 好 点击finish 好 在上方增加注释 按几个回车 control shift加上左斜线 我们将注释添加其中 我们希望这个案例呢 能够实现这两个功能 第一呢 输入一个数值 检索这个数据在数组中所出现的索引 第二呢就是输入一个数值 查找出来对应的星期 接下来我们在类中呢 补权main方法 out加上左斜线 按回车 好 我们增加上注释 查找元素第一次在数组中所出现的索引 因为用到了键盘输入 我们还是先输入scanner 定义SC变量 接下来对它进行实力化 按out加上左斜杠进行自动补权 参数呢是system.in 好 提示一句话 输入要查询的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定一个数组 这是一个float类型的一个数组 我们随机写入一些数值 那么自然我们的键盘 也获取到的是一个float类型的一个值 我们定乘变量叫做search 通过sc.nextfloat来获取 因为我们最终想要获取到一个索引值 我们定义一个index的整形 让它的数值呢等于-1 好 接下来呢就要通过foil循环进行查询 out加上左斜杠对foil循环呢进行自动的补权 接下来用f进行判断 判断数组中下标是i的这么一个数值 是否和我刚才键盘输的值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呢 就让这个索引index呢 就等于当前的变量i 同时让整个的foil循环进行结束 那么我们之前也学过 可以用break跳出整个的循环 也有可能我们当前输的数值呢 根本不在这个数组中 不在这个数组中的话 那么这块它就不会执行 不会执行呢 那当前我们的index依然等于-1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在底下做一个逻辑判断 out加上左斜线 如果index它还是等于等于-1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提示 现在输入的这个数值 它不在指定的数组中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否则 否则呢 就打印输出 search的索引值位 那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index 为了方便观看 我们接下来呢 增加上一个分隔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运行 此时要求我们输入要查询的一个数值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输入了一个数值 12 当前12呢 并不在当前的数组中 所以呢 它提示说12呢 不在指定的数组中 好 接下来我们重新再执行 重新输入数值的时候呢 我现在输入20.1 好 按回车 那么就说20.1呢 它的索引值为0 那么我们来看20.1 实际上就是我当前数组中的第一个值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根据键盘 输入一个数值 查询对应的一个星期 好 我们再先增加上注释 首先呢 我们先来定一个死均类型的数组 我们命名为AR2 那么它的值呢 是星期一 一直到星期日 那么当前我们这个编辑文本区呢 有点小 没关系 我们现在只需要点击当前这个文件的名称 双击运行 就可以变为最大化 好 接下来我们在下方呢 就开始来进行键盘的输入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刚才已经定义过了Scanner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块呢 进行输入内容的提示 好 我们提示它 输入数值 接下来来接收我们所输入的数值 因为我们输入的呢 全都是整形 定一个整形 定一个变量叫做input 通过Sc.next int 来进行接收 我们接下来将接收到的值呢 进行打印输出 提示一句话 输入的数值为 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input 这个int型的变量 我们希望做的结果呢 是输入一 它就会提示 星期一 输入二呢 就提示 星期二 但是如果我们输入的这个数值 大于7 那么就不可能给我们正确的输出来 星期的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做一下逻辑判断 if 我们按out加上左斜杠 选择if else 补其语句 如果当前input大于7 那么我们就给它一句提示 当前输的数值过大 否则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for循环了 将for循环进行自动补权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进行逻辑判断 按out加上左斜线 那么判断的条件就是 当前我们输入的这个input值 它正好等于循环变量i 如果正好等于的时候呢 就让当前的整个for循环进行中值 然后在for循环之外 进行打印输出 你查询的日期为 那么所以下标呢 就是这个input值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运行 好 此时要求我们要输入数值 但是这是第一个例子输入的数值 我们现在呢 先随便先输入一个数值 那么接下来呢 才是第二个例子输入的数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一个4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希望它输出来星期四 但是呢 现在给我们输出来星期五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在这个input后面呢 再去减一个1 好 我们再重新进行执行 好 第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随便输入一个值 接下来这才是第二个例子 我们输入一个4 我们希望呢 它给我们输出来星期四 好 那么此时呢 告诉我们 您查询的日期为星期四 好 同学们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教给大家 如何通过键盘输入数值呢 查找这个数据 在数主中所出现的索引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